全国政协办公厅、中共中央统战部、国务院侨办、国务院港澳办、国务院台办、中国侨联 25日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,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他表示,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王沪宁表示,新中国成立74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、艰苦奋斗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进入新时代,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、发生历史性变革 新征程上,我们将继续全面准确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落实爱国者治港、爱国者治澳原则 着力发展壮大爱国、爱港、爱澳力量 我们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侨物政策 形成同心共援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王毅主持招待会 部分在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、全国政协领导同志 约1100名港澳台桥各界代表出席